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曹仁 今天的話是5月22號,禮拜六啊 國戰的話剩下最後的三分多鐘喔 那剛剛我看到一個朋友啊 他的這個聖靈學員也蠻好的齁 在這邊,幸福人生 他說啊,心存感恩的心,享受幸福人生啊 這句話非常的有道理啊 我真的覺得可以玩遊戲啊 這樣子玩遊戲,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也是以這樣的心情來玩 哇,好多人啊,真的好多人喔 先進去一下齁,不然的話到我這邊秒殺了 天啊,剩下最後的三分多鐘啊 這個屬國的朋友們集結大拳來打我們齁 OK,應該是沒有問題啊,應該是有機會所下的齁 我們這邊已經拒絕了非常多的朋友 好,看到草莓熊貓哥了齁,現在的話很早就已經破50頭了 好,我已經八頭了,接下來是泰式奶茶 好,那我中間啦,有短暫離開一下 因為我弟有打電話給我齁,就是跟我聊一下天啊 因為我弟的話就是 他就是育嬰流子嘛 流子停心啊,就是他剛剛生小朋友的關係嘛 那沒辦法,小朋友的話總是要有點顧啊 所以他就辭職齁 沒有,不是辭職齁,就是先把工作先暫停齁 專門來顧小朋友 因為我弟的老婆啊,他的工作齁是醫護人員 不能夠請假啊,不能夠休息啊 所以我弟啊當房仲齁齁,就想說也比較隨便啊 所以就先育嬰流子停齁,來照顧小朋友了 我跟他聊聊天,然後給他一些就是建議啊 建議齁,就是一些賺錢的一些建議 因為賺錢的話,在家賺錢有很多種方式啊 就是像我的話,這個是我專門的嘛 就是我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在工作都在家嘛 那一樣還是可以維持生活 那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就是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OK 好,看到佛羅邦公主啊 戳馬頭,戳馬頭很強啊 不過應該還是被我們大軍收掉了齁 我剛剛這個佛羅邦公主啊,應該沒有問題了 欸,聲音好像有點小聲齁,我開大聲一點好了 十桃了齁,十桃了齁,十一桃了齁 十一桃了齁,十一桃了齁 大聲了齁,大聲了 我看他小一把鼻齁,小一把鼻也是個非常認真的爸爸 我看他跟他女兒的合照齁,蠻幸福的 我跟幸福人生,他的生命血很像 好,十一桃了齁 好,兩分鐘 右邊的話應該沒有問題吧,右邊 欸,等一下,為什麼還是有人在打,看一下齁 是不是,他們直接穿過到塔裡面了 好,看一下好了,看一下 剛剛有人說塔 好,源頭龍夫擊退150人啊,好厲害齁,真的好厲害 今天他回神了齁 好,握進眼前點的話,他也衝到塔了齁 看一下齁,這邊 這邊的話很安全齁 寫的話,還有一半 不過他是一級雕像啊,所以估計幾個比較強的 這個猛將,幾個一級,這個就不見了齁 就趴了 好,大王騎士使說,布山外齁,吃肉 布山,來不及齁 不過去不過去的 那邊的話,不訓練的齁 不訓練的齁,反正我的塔數就這樣子而已齁 再多幾個也,也沒有什麼 好,還有一分鐘齁 給他守下來就好了 這樣我們不勝 軍團攻下九里三了 打不開擊退200人齁 今天蠻多朋友啊,都破200塔的齁 今天我在想要 要進百大的話應該至少要 至少要100塔以上 欸,應該不用那麼,應該要至少要70塔吧 70塔應該要,花70塔 好,先去外面看一下好了齁 阿布說沒肉啊 阿布被騙過去了齁,他說沒肉 好,司機頻道這邊說的 OK,因為我說點點點點點,應該他也沒吃到肉吧 應該只剩湯而已 許小文,欸許小文為什麼要 欸天啊,許小文怎麼了,他為什麼要放他自己的照片 看一下好了,許小文到底怎麼了 許小文 角色資訊 對啊,他為什麼要放他自己的照片 好吧 OK,我再看一下 笑面如花,劫退50 好,打完了,國章打完了 國章打完了,之後就終於可以繼續做家事了齁 晚餐我還沒有整理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城池分布情況 OK,大概看一下 今天的衛國感覺比較厲害,比較大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小國 烏國開始好了 來,北平的話是由風神的風神榜所佔領的 恭喜你們 好,接下來00的話是由狂美的陰所佔領的 恭喜你們 好,那接下來 湘羊的話是這個不知道是誰的風人院啊 恭喜恭喜 好,那接下來還有梁州 梁州的話是成神的真三國四十則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蜀國的部分啊 來,平原的話是由小柯跟我 我攻擊的全雙手佔領的好,恭喜 那成人的話是風武神的火鳳玩不了 那許宙的話是這個幸福人生的 永發天下,好,他是個非常知福 惜福的人 好,那如人的話是紅大人的金門TNT 好,那玩的話是出碼頭的聖域 那星野的話是玉牙烈的蓬萊先生 彈牙的話是吸爆的霸王借本書 好,那接下來財上的話是 五蝶雲響的玉雲閣啊 好,那還有嗎 江夏,江夏的話是北無寢的二人谷 好,接下來的話應該沒有啦 應該沒有了齁,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這個衛國的部分 來,北海的話是由菁姐的Tim所佔領的 好,恭喜我們 好,你去說我念到嗎?有齁,那接下來的話 金揚的話是上山楓風仔的花之星辰 那葉的話是果凍的上班 煮輕鬆碗 好,那接下來暗電的話是這個 霧導迅速的Sekito 天水的話是岩桶的修羅邪惡殿 那漢中的話是檸檬的Tim 爸爸所帶的軍團 那上庸的話是雲若舞的粉味 好,那金揚的話是雲若舞的王者天下 好,那江夏的話是天天都很神的南極邪惡殿 那無鈴的話是 奎都香沙的魔犯生 欸,天啊,這個是我妹的小號的軍團嗎? 魔犯生的 這是她,我妹她的店名耶 這個應該是她的小號 沒想到竟然可以佔領這個城池啊 蠻厲害的齁 OK,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長沙 柯澳的黃土霸業 好,恭喜 那貴陽的話是二維者的友神快拜 好,恭喜你們 大風收成 獎勵的話大概有三百金元寶 好,那玉仗的話是花座人的公武補課 好,恭喜你們 那快座人的話是 這個怎麼唸 欸,這個這個真的完全不會唸耶 這個什麼鬼 好,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唸 只能夠用圖像做紀錄 反正就刷一個奇怪的字形過去就對了 好,那陸家的話是 揭露的北極邪惡店 受稱的話是 這個好像有唸過的齁 好,看一下喔 好,應該都唸過了 應該都唸到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國戰排行榜 好,國戰榜 國戰榜 國戰榜的話我們 等下,這邊才對 好,國戰榜的話 公訓第一名是棍肉建材啊 哇,他最近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較沒辦法出宮 所以就努力打國戰 獲得了公訓第一名 好,接下來的話 第二名是豬油仔 公訓1254 接下來是指教問問 公訓937 這個是公訓排行榜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討敵書的部分 討敵書第一名的話是豬油仔 討敵的話594 594桃,不簡單 現在復活有限制 要讓他那麼多討話真的是很難 那接下來是 怪物建材585桃 再來是指教問問346桃 再是隨風票到335 岩筒306 第297 雷肉292 雷肉為什麼要吞龐龐魂 這個不是無文官的嗎 好,搞不懂 好,接下來畫女人之歌啊 268 讓月減花影 263 好,那接下來是 殘岩圈圈 227 草莓熊暴格218 短兵的武魂可以拿到218桃 不簡單,真的不簡單 好,接下來的話 是跟徐浩大完全沒有關係的 鳳屬四人兄 216桃 接下來是狂龍雷霸龍 213 打不開200 雲若無 179 雲若話我搞不懂耶 他不是 這個玩力系的嗎 哇,攻擊力好高 但是他吞這個文官的魂 攻擊力很高,防禦力很高 我特別提一下 他是我們青龍斧的這個 加持排行榜的第一名 他這個加持分數啊 已經要領先第二名 我來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加持榜 雲若無的加持分數啊 168萬分啊 要領先龍斧神 本來龍斧神第一名 現在已經被雲若無有點超越了 真的很誇張 這兩個人真的是很變態啊 真的是加起來快300萬分喔 真的是 不知道他們怎麼衝呢 應該上線都是在點裝備吧 好吧,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國戰榜 繼續把它看完 國戰榜 等一下喔 現在手機有點燙喔 草地樹 剛剛看到雲若五 雲若五 好,在這邊 好,接下來的話 哲又金師傅 其實是不是很強啊 可以把我秒殺喔 一個狂磊 他不是狂磊 對,他是豪傑喔 那到底是誰 可能如果認錯應該是天地夜白 哲又金師傅應該也是可以把我秒殺的 天地夜白 天地夜白 然後這個就是 在國戰的時候一直把我秒殺的 JU天地夜白 那接下來是我是來稱的 133 陸九 130 鐵仔 127 蔡小豪 127 很帥太長 121目 楊寶寶 120 霸刀 114 再來是北琴湖 113 不知道誰 112 震頭魚丸子 108 楊小琦 106 天使龍 娜密達100 吉露鋒99 樹上掉下來98 狂雲超遠94 唐山胖94 艾福密93 52 Bletus90 Domi89 那接下來 改編子專長187 安妮D86 劉宇幻世8 10日11彩典8 12三鞋來811 專門產生索81 小田穎78 楊小豬74 狂雲小豬73 督寶71 帝虎71 范父親619 安公子619 配賣蒜頭哥68 配賣蒜頭哥的話 他應該是在賣蒜頭的 那接下來是狂碎67 販賣中66 新小龍63 閃光62 翼者61 喬本奈奈衛59 龍59 狂劍秋年58 狠尬57 戰艦天下56 蘇漢55 五行54 木坑54 4壘52 昆哥50 再來是韓49 趙國樹48 無限撲撲47 鳳梨枝44 宋江41 再來是 再來是這個怎麼念啊 戰岩花雪40 金石狼軍39 柔雲猛37 普萊斯36 喬喬1.36 冰狼風 甚至是卡西法33 風是猛28 狂秒1.27 團結是力量27 無限旋律26 好我們看一下各職業排行榜 各職業排行榜 然後猛將第一名是這個貫賤 再來是直交雲 再來是邦塞伯西卡撐 好豪傑的話 第一名是這個 最後宅 再來是翹翹 再來是央月捲花銀 那軍師的話第一名是這個 陸九 再來是基督風 再來是蒼龍漢天 那方式的話 第一名是這個 鳳石炫 再來是不知道誰 再來是紅七公 好的我看一下復活榜 好豪傑第一名的話是這個金煙島 190伏啊 好不簡單 再次滾風車146 北館阿倫143 佛羅湾公主 1996 陣頭火灶神82 猛神82 白色森林78 島七 妖香77 新衣76 皮球75 OK那下面會給他滑回去 做個紀錄 好 今天國戰的話好像也打得蠻刺激的 就是碰到也蠻激烈的 好像有那個獎勵的關係吧 如果說四次都佔領這個 城池的話有這個帝王兵符 我們好像有一次沒佔領到 所以應該沒有機會了 算了沒關係 反正再透過其他方式再取得了 好 第100名的話是紅學元帥 OK 好那看一下今天的戰役 今天的話 欸怎麼玩那麼短 啊 應該是跟我第一通話時間太長 今天的話 十一桃 二十堂 好那我們佔領這個漢中水 有88級元寶 好領獎勵 那戰役內存在這邊 好給各位分享一下 好 我擊敗了很多都是火車啊 就是一些沒有人在操控 就是可能只有火車頭 在操控的一些火車頭 所以比較好擊敗 好那這些把我打敗的都是很強的高手 我有跟他們單挑也打不太贏 OK 欸5月19號到哪邊啊 等一下今天是5月22號 過頭了過頭了 好到這邊 好第一個把我打趴的是這個母羊寶寶 恭喜你們啊 獲得38公訓呢 我非常的肥 OK大概這樣了 確認確認 好啦我要下線了 下線前的話我會先關一下競標場 看一下什麼好看的東西 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很缺那個黃天戰鼓 黃天戰鼓的話沒有賣 我出一千斤也沒有人要賣我 黃天戰鼓的話就是用來加那個小兵的這個血量的齁 這個先訂閱一下好了齁 晚一點如果真的有空的話再來標了齁 這個的話 好370裡面我都給它標下來 再看一下好了 好黃天戰鼓齁 現在的話應該是最多東西的時候了 看一下第六頁黃天戰鼓有嗎 沒有再來 呃沒有再來 第八頁 也沒有黃天戰鼓 再來第九頁 也沒有黃天戰鼓 再來第十頁 也沒有 好吧 好先發導到這邊 各位朋友 祝你們玩得愉快 拜拜